哈喽大家好,今天在帮群有DIY一台ON1的主机 NAS软路由Win11直出一体机 平台部分用的是比之前的Z370M、Z390M较新的平台 Z490MATXAC第十代的平台 这款主板的接口在mini-ATX的阵营里面算是相当丰富的了 两个DDR4的内存插槽最大支持64G 两个M.2的插槽 并且其中的一个M.2的插槽是支持SATA和NVMe的协议的 M.2的插槽上面还有前两代不具备的散热片以及散热盖板 同样有四个原生的SATA接口可以满足四盘位的NAS需求 一个X16的满血PCIe的插槽可以扩展万兆网卡或者是可以扩展显卡 两个USB3.0和六个USB3.2的接口 其中还有个是Type-C的接口 一个DP的接口和一个HDMI的接口 我们直通直通Windows11就是要用到这个HDMI的接口 当然DP的接口也可以再扩展一个显示器 两个网口 一个2.5G的网口 一个千兆网口 刚好可以满足软路约的需求 再过来是音频接口 最后是WiFi 音频接口和WiFi都是可以直通给Windows11来使用的 考虑到核显直通给Windows11的稳定性 通过之前的经验核显UHD630是输出比较稳定的 所以我们就用了时代的i3100这颗CPU 这颗CPU的核显也是UHD6300 这样在我们做核显直通直出的时候就可以省很多力气 并且还可以保证它的稳定性 当然我们没有选择10100T的低功耗的版本 做All-in-one的主机还是需要满血的版本 内存方面中规中矩就用了一条16G的内存 系统盘就M.2的250G的NVMe的硬盘 机箱部分还是采用银广的MS04四盘位的NAS机箱 除了自感做工不错外 自带的铜牌电源的品质也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快速的装机 装机箱装俩 цуto 更新的 尽力 装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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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 三 玉米 1 麺 3 盐 1 玉米 8 玉米 10 玉米 1 大匙 1 燃料 3 果肉 100 パξ 现在已经组装好了 那么安装系统以及提起核显的VBOX就省略了 和之前的视频演示的是一模一样 接下来我就来进行实战的演示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我们已经装好系统来测试一下 那它的HDMI口呢 我已经指出到了另外一个显示器上 我们先来看一下装了哪些系统 首先爱快的虚拟机 OpenWAT虚拟机软路由的 然后群晖7.0 还有Windows 11 Windows 11还没开机 稍后呢直接为它演示 我们先看一下群晖7.0啊 这个呢用群晖的助手进行搜索 可以搜索得到 这一台呢就是 我们连机看一下 刚才已经输过密码 就可以直接登录进来了 登录进来以后呢 这个是全新的 所以还没有创建这个磁盘分区 这个让群友自己去创建了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Windows 11的开机指出的一个画面 点到Windows 11 然后点击开机 让我们看左边这个屏幕 好 已经启动成功 进入成功以后呢 是需要接单独的 独立的键盘鼠标去操作的 然后我们现在登录 登录 登录进来以后核显是没问题的 主要给大家先看一下 声音的部分 声音的部分是没问题的 重点是WiFi WiFi是可用的 WiFi是可以连接使用的 那接下来呢 我就去接到4K的电视上 为大家演示 补充一点啊 刚才大家在Win10里面看到的WiFi和声卡 那么它都是通过止通的方式进来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呢 就是止通的WiFi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 那么止通的这个WiFi呢 是AC3168这个型号的 那下面一个止通的设备 就是声卡的 这块9板的声卡显示的是这个 好 现在呢 我接上电视 为大家演示一下 然后HDMI口接电视 输出Windows 11系统 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音频的部分是没问题的 看 音频到这里 可以识别到 索尼的电视的HDMI口的音频 这个没问题 好 现在我们来播放一个4K的影片 看一下 音频道 声音的部分是没问题 画面也是没问题的 全屏看一下 音频的部分是没问题的 还停产的DIY NARS以后呢 相对较新的也是目前比较有性价比的OIN1的组装方案 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根据这套方案去自行组装 好了 那么这期视频的话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